體認現實是一個好事 因為我相信所有會慌亂 或覺得這個疫情讓我們糟了的 都是因為你很期待世界 還是照著過去的秩序 你已經習慣了那樣的舒適圈 覺得那樣的日子雖然不見得好過 但至少是可以預期跟可以掌握的 但是呢 倘若我告訴你 世界就是要改變了 其實這話我們也說很久 但都沒有人當一回事 結果沒有想到今年2020 它來了如此的兇猛 時候終於到 如果你體認到世界就是在改變 然後陽氣就是期待世界回到過去的 這種希望 不切實際的希望 去面對未來這個現實 我覺得至少你比較不會那麼挫折 簡單講就是沒有一個人 可以繼續躺著 閒著 休息著 就能夠把日子過好 每一個人都得站起來 動起來 努力起來 然後去思考 很容易體認現實 在這個現代 我們因為看不到 所以不知道那是戰爭 不曉得要用這種破壞又重建的心態來面對 所以就會比較太懷念過去了 那我希望藉由我的嘴告訴大家 然後大家可以盡早進入下一個 實際的世界 在我看來就是來了 來了 而且哇 是這樣子來的 沒有想到就是一個病毒 然後它影響了全世界 那所以我一直 我書裡面只有寫到三到五月 會發生大事 然後它會影響未來 我們很值得觀察它發生了什麼 那這樣的 我們也快要過完五月了 那我就知道 原來我們有人形容它是上天按下了暫停鍵 僅僅是按下暫停鍵三個月 就可以使世界秩序完全大亂 然後每一個人開始說出真心話或露出真面目 或者是每一個行業你到底運轉的健不健康也都曝露出來了 有的人能撐下去 有的人撐不下去 很勉強的 或者是其實不合時宜或不切實際 或者是危機意識不夠的 很可能都會在這一次的暫停鍵下就中鍵落馬 然後也影響了很多人的生計 忽然讓我們有危機意識了 知道不能再照以前那個方式過了 所以雖然它看起來是一場災難 但我想對很多人來說 它起到了提醒的作用 那以及在世界翻篇的過程中 你把它想成一個大地震 很可能就是難免會有傷亡 我覺得未來該做的就是我們剛剛第一個講到面對信實 第二個呢 我想趕快找出自己最終 你一定可以意識到你最在意什麼 當世界不再照你原來預期運轉 那你最終 比如說在生死邊緣擦身而過 極度恐懼的時候 其實你最在乎的也許忽然浮現的是家人 工作什麼的都不重要 錢也不重要了 如果你明天就要死去 你現在賺了那麼多錢又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把那個你的體會 你的認知抓住 我覺得它會對你的未來人生起了很關鍵的作用 晚安 看一下 化收入 化碎 說棉 wydaje